两位请坐 大爷好 姑姑好 你说什么 我说姑姑 谁是你姑姑 您是我姑姑 为什么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根本是第一次见到你 因为我父亲 曾经参加过您姐姐的婚礼 是 所以呢 我父亲就让我管您姐姐叫婶 你叫大侈叫婶吗 对 你有亲口叫过他吗 在他面前 那没有 我没有说出口 所以如果肩座旁边的是大侈 你出场的时候你会说婶吗 我也怕 我也怕 你如果出口 那一集就不会录下去 因为你就不在了 已经结束了 对 那我现在改口 及时改口 改叫姐姐好吗 叫姐姐 姐姐好 琪琳先生 你今天带了一个朋友来 对 这是我的好哥哥 烧饼先生 您客气 你叫烧饼是因为雀斑 你的雀斑呢 雀斑 这不是咱们组里边有装画费用吗 对 就给盖住了 盖掉了 好盖 一个一个盖的 一个一个 很费力的 对 跟挂腻子似的 他们两个出来前 我们问了你的粉丝群 他们有个称号叫做 诸葛钢铁 是 这是我在舞台上一个塑造的人物 我的女朋友 他们当中有的人虽然爱你 可是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本人 你们第一次见到本人的举手好吗 这么说 然后三年来之所以那么受欢迎 就是因为麒麟兄锻炼的外表非常的出色 你号称单身多久 为什么叫号称确实单身 确实单身也 昨天吧 浪费浪费浪费 前天发生什么事 前天听说今天有通告嘛 现在就把他轰走了 不要不要不要 别想着 大概三年吧 三年 所以三年前 谈过几次恋爱啊 谈过三次 最长的恋爱是哪 多久 最长的吗 对 最长是七个月 那很短呢 就第一次最长 因为第一次是网恋 你是说没有遇到本人吗 遇到遇到两三次 不太多 然后什么事都没有 每一次也什么都没有做 哪一次也什么都没有做 你谈恋爱谈了三次都什么事都没做 没吃过饭是不是 吃饭吃 加一块都没那么嘴 这不是吃过吗 对对对 男女之间喂饭 这个 喂饭就只是把筷子塞进你嘴里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老问这种问题 令尊当然从来没有问过你这一题吗 我爸一般比较有溜 对我们家就这个比较严格 不能乱聊天 对因为我也不问他 我也不问他 我想听他的事 OK 哎呀这个问题太尖锐了 上来没有没有没有一点客套 没有一点客套 然后就是面无表情一点也不乐 两个人很正式的谈话 在这三次恋爱当中都已经是瘦下来的了 没有 十五开始 一直胖到十九岁二十岁 突然胖起来 对 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就是离开了校园 下海了 开始说向上了 为什么说向上了 为什么说向上会变胖啊 哈哈 很出炉啊 因为我不好吃懒惰啊 对对对对 动嘴啊身体不用动啊 这么聊天很开心啊 哈哈哈哈 好 我请你非常慷慨的让我们去派他住的地方 你住的地方不是你买的房子 对其实是我租的房子 因为我不是北京户口 是纯粹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是这样的 您可能不 没钱就说没钱的兄弟 这不丢人 是是 二十三岁买不起房正常 可是你现在应该有一些钱了吧 没有没有 我在我家公司我爸我妈也抽我钱的 你说你你父亲以经纪公司的身份抽你的费用 他也是职员 我们是一个level的 对对对 一个级别 你为什么不开口说爸你那么有钱 你就分一点给我 那那算了不着急 不着急 不着急 想说你在你在想什么 你心里面 好晚有一天是他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现在我还小 你这个不孝子你 我现在还很小 所以我不是很着急说我现在就要房 我现在就要什么 所以租房子你觉得无所谓吗 对我很OK 而且我以后 他不OK 因为他说他去租房子都要派朋友带他去看房子 他不愿意本人去看 对 爸被人家认出来是郭麒麟 但每次基本都能被人家认出来 所以你现在已经红到 就到哪别人都认得出你是谁 不是这跟红不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就是我的声音可能比较有辨识度 戴一个帽子戴一个口罩 就已经裹得很严实了 但只要一说话 我说这个房子 他说您就是过七年了 不能说话 这可能他猜不出来 那令尊大人知道你在租吗 知道啊 他是不是有觉得你这个孩子有骨气 没有觉得我还很讨厌 就是为什么要出去租房子 为什么不在家陪他 是你也可以选择在家陪他 对 但是因为他家实在住的太远了 有明星去过你家吗 没有 我算吗 哦 你是明星啊 有有有 对不起 失礼不好意思 我也失礼了 失礼了哥 我其实不是要问关于烧饼的事 我是要问 听说毛不易去过他家啊 对 我去过毛不易家 他想上我家来 我没让他来 为什么 因为他家很乱 我怕他把我家也弄乱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上升上升艺员的逻辑真的太奇妙了 因为他有一大帮室友 就是他合足啊 对啊 毛不易有室友 对啊 他和他明日之子的好哥们 然后都在一起住 几个总共几个人 我每次去都没有看到 大家全远都在 每次看都不抽样 对对对每次看 私轮流上场 对对对 进去会有一种男人的臭味吗 也还好 反正戴着口罐就还行 你刚讲的时候 是有流流 向往的神情吗 哈哈哈哈 好 我们要带大家去看 多情先生的住处了 加州人物品很多 可是断舍利的方法很简单 第一步开家 每期节目将会排除主题主持人 潜入嘉宾家中 进行物品打碎拿 第二步开聊 被带到现场的物品 将由主持人和其主人 以及还原他的奇妙神师 第三 开舍 每件物品将由主持人判定 是否真正的被取得需要 不被需要的物品 将会被放置到 闲置转让平台 进行公益活动 其间物品主人 尤且仅有一丝 挽救心中至爱的 任性保留权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郭麒麟的家里 有什么东西吧 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麒麟哥的家门外 然后马上就要进取了些内心 有点激动 其实也没什么好激动 因为是单身男性的家庭 应该只是脏外差 脏外差 而且麒麟哥也是个相声演员 里面根据我的猜测 应该就是红木地板 红木砖 红木 全是红木 好吗 让我们看一看他家里有什么吧 走吧 来到了郭哥的家 真的很现代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很干净啊 在查不止你没有想到 恐怕连大家也都没有想到 郭麒麟的家 竟然会这么的简单 而单身男性的家 难道都会是这样吗 不禁让人感觉到 一丝丝的凄凉 我们有悄悄地调查过 女性关注单身男性的家庭 最关心的区域呢 其实就是客厅 客厅 很好啊 对啊 你们可以看一下 后面全部都是游戏机 哎呦 少班主既然有这么多款游戏机 和游戏蝶片 你不愧是一边打游戏 一边在家说相声吧 少班主啊 你花这么多时间在游戏上面 那还有时间谈恋爱啊 再看看这 真的毫无升级的四盆族 什么 这窗边的这些盆栽是中毒了吗 少班主啊 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的养他们呢 他真的不关心他们 哇 这片桌子跟他的植物一样没有生机 因为全部都是药 哎 就给你本节看病例本吧 还有鼻炎 急性肠功能紊乱 还是什么啊 这是治牙的 哎感觉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的 少班主 你是得了什么病啊 你的身体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生发丁 真气人 原来郭麒麟也有脱发的困扰 现在头发不会是偷偷直的吧 营养药 有个奇怪的软膏 寺妙丸 这是治疗痛风的药 少班主 你的痛风会不会和喝酒有关系啊 难不成是跟于谦老师 一样喝酒喝多了吗 对 看人气吧 他连病例本都让你拍吗 对啊 那个病例本是剪辑出来看了只有两三页 但我当时真的翻了很久 病真的很多 就是从上到下都有 所以你现在是全世界最知道他的病的人 倒也早就忘记了 你才23岁你怎么回事啊 这个其实看着病很多 其实都是各种小毛病 痛风很可怕啊 是有点可怕 你有吗 不是我有听朋友讲说 痛起来真的是想死 我以为看着病有 是 确实是 当时我浑身颤抖 而且但只犯过一次 而且那次其实 我也不是说经常喝酒的人 那次我觉得是由多重因素 共同造就的 而且确实体内这个飘灵确实高 而且痛风是会一直发作的 是 后来就偶尔会感到有些疼 但是没有那天这么严重 这令根大人有痛风 没有 也没有 你身体是不是比你爸还差 也 也 要不怎么要老二呢 这玩意 抓紧要盖猜吧 23不能叫夭折了吧 没事 这点进来 在意外说的 因为你不是一直在等你爸吗 说 要等他的钱 你这样我怕你等不到 不让头里等他的吧 也没有 也没有 反正这都是多种因素 而且他也不是什么大病 你看到今天我眼睛还稍微有点红 就我之前曾经得过结膜炎 然后现在可能又有点要浮发的意思 就是我得的这些病 平时看不出来 只要这免疫力一下降 然后他就都冒回来了 你们觉得是因为他没有人照顾吗 有关系吗 如果知道他生病的话 你们会冲去他家 嗯照顾他吗 不会 你们是正粉丝吗 我都应该说是 我得我照顾他 我要嫁给他 会被报警 你们现在知道他这么多病之后 还深爱他的人举手 还是一讲 还是人性 会早一点得到财产 你干嘛把病例本放在桌上 让我们拍 不是 我是怎么着呢 我没有刻意收拾 因为我都是比如去哪看病 摊回来我就都放在桌上 我可能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我就都堆满了 然后病例本也都搁那儿 我就没有收拾 就因为我桌上我家里 没有什么需要去藏的东西 说千万不能让大家拍到的东西 可是单身男子的住处 除了游戏之外 有一种休闲的东西 完全没有拍到吗 走了 人走了 什么呀 休闲的东西 他在有粉色的拖鞋 粉色的拖鞋 拍了吗你们 应该有素材吧 好 哇 哎这真的有女士拖鞋 这真的是女士拖鞋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以列为 我们带回现场的东西 让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女士拖鞋 这粉色拖鞋是你穿的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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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助理穿的 给助理穿的 给助理脚裁的 是当时我租这房子的时候 因为不是我出面吗 是我经纪人出面帮我租的房子 然后我经纪人呢 是个男的 他又非常懒 然后他有两个好姐妹 然后这两个好姐妹 就上我家帮我收拾房间 然后呢 他来我家 因为我家没有女士拖鞋 然后他就自己带了一双 因为穿那个 就这种鞋在家会打张的 然后带完算就没带 然后以后如果说上我家出门来呢 也方便直接穿自己的了 对 这么无聊的一个问题 你怎么可以解释这么久 不是确实就是这个 因为不是我穿 这么解释 你们就相信了吧 对 我们很恨我们自己 为什么要问这一句 请问你一天要吃多少颗药 我一天啊 一天其实就不吃药 我得了病都是抹 抹一抹吃一吃 看快好了差不多我就不吃了 我就想不起来了我就懒了 然后稍微身体舒服一点就开始酗酒是不是 不舒服也可以酗酒 部分有没有身体问题 你是会喝到真的断片吗 那都不会 我不会喝断片了 所以不会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 对 你喝醉可以上台掌上身没有问题 那我是我还行 我差一点 他行 他行我不行了 对对对 你们上台前如果过于紧张 可不可以偷偷小喝一杯 不会啊 不会真不喝 这是我们班规当中言令用禁止的 但是下了台可以狂喝 对你只要不耽误演出 其实你怎么喝都没人管你的 我听过一个传闻说你保持你的好朋友大概十个人左右 差不多 有时候甚至都没有那么多 然后好朋友来你家之后只要做了半小时你就希望他们走 对 就是他们不来的时候我好期盼着哎呀你们快来吧 快来有人陪我吧 然后到家待了一会儿我觉得哎呀快走吧 为什么 就是感觉够了 哈哈哈 你是不是觉得还要想话题跟他们聊很累 嗯 对反正就觉得自己在家待着很自由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可以说话可以不说话 那你就不要叫人家来啊 哎 后来我又很孤独 他刚搬出去那这家里就一个床没有任何的家具 就是你来他们家就得躺下 哈哈哈 你说连客厅的桌子沙发都没有 他那这说反正就说家里就一张床 我没有沙发他都拍了他坐哪 我坐沙发 原来嘛 原来有沙发原来 而且不但没有没有椅子也也没有衣橱哎 就是用那个一架直接挂吗 不不不是因为衣橱实在挂不下了 所以挂在外边了 哦所以你衣服是多的啊对都在里面 他那个衣橱我觉得很小 然后基本都挂不开了我才挂在外边 你去毛不易家是一起打游戏吗 啊 不是 其实就是上他们家喝酒吃饭 啊聊什么 我们聊的太多了 就是什么天南海北 聊一聊工作 聊一聊艺术 这个看能不能挖掘出我作为想成为一个音乐人的梦想 我在看他有没有相声梦 听说你跟毛不易想要开一档节目啊 对 我们是假象吧 花花万步 所以你们你们两个人是觉得很合的来要主持 呃对我们俩就是比较聊的来 然后呢也想嗯做一档这种类似于访谈也好 还是说上家串门也好 反正就类似于这么一个节目 所以你很想访问别人呢 就是很愿意和别人聊天 你没有啊你不是你不是三十分钟之后就想要把人家赶走吗 所以我们节目就三十分钟 哈哈哈哈 时常都想好了 剪出来大概五分钟而已 我是前三十分钟后三十分钟就毛不易来问 三十分钟立刻对来宾深艳 哈哈哈对 所以请你离开我们现场好不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